哈喽 来大家看一下 是否能看到PPT 看一下一切是否正常 好 没问题啊 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第24节课 这节课上完之后呢 那就也是还剩14课了 咱们在12月份之 12月份的时候就还剩14核心课了 然后同一期话会在1月份的时候再说 再继续讲 这个刚刚报名的同学 还是因为有同学这两天陆续刚刚报名 刚报名的同学呢 不要忘了 至少先把第一节课先补上 明白了吧 至少先把第一节课补上 第一节课说了一些上课的注意细节 然后再跟后面的直播就行 放心吧 讲不完会给你加课的 肯定会给你讲完 讲不完咱们会给你加课 给你讲完的 好 咱们开始看看今天的内容 还是打一个招呼啊 跟同学们 实习也要上完 对 hello 因为现在距离考试越来越近了 所以大家这个自己也得去调节 调节时间 就别欠债 因为学校还有考试 然后12月份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通考 所以就比较麻烦 第一组词 来写下来 第一个 cruise 动手先把这些词写下来 cruise 第二个 cracks crucify excruciate excruciate 下边下一个叫做 cruise 动手写一下 cruise cracks 下边 crucify excruciate 下边下一个叫做 cruise cruise 好 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这个词根其实还是蛮好理解 就是cross cruise 能看到吗 这个词根 cruc和crus 其实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词 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 这个词 能看到原因的变形吗 我们在以前其实学过比较简单的 它也是四级当中的词汇叫crucial 这个其实这个词根底下最简单 但它是最重要的词汇 这个词还记得吗 它是什么意思 crucial 它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叫做什么呀 是不是重要啊 重要的至关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 大家别忘了 什么叫做至关重要 重要这个概念 就是在十字点嘛 十字要点 十字路口 一个十字架 你看对于那些有宗教信仰来说 非常重要关键 十字要点的感觉 好 你看这个第一个单词叫做cruise cruise表示的意思叫做巡航 或者我们说在这个城 这个巡游船游览 大家如果以后抱那种什么 到了一个城市 抱那种什么所谓一日游两日游 就坐这种船 这都可以叫做cruise 喜欢车的同学 咱们都知道 那个学弗莱克鲁兹是吧 cruise写的单词 cruiser 就是巡洋舰 cruiser 就是巡洋舰 这个行为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乘船游览 乘船游览 那这个单词呢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巡洋巡航呢 它其实就是来自cross cross除了表示十字架以外 还有一层什么意思 表示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跨越 所以它取的就是跨越海洋 跨越重洋之意 所以就是老师的一个解释 为什么它叫做巡航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跨越巡航 跨越地球这样的一种感觉 跨越海洋的叫做巡航 好下边下一个单词叫做cruise cruise表示的意思叫做关键要点 这个词也是来自于十字架 这个词c跟s还有x 这都一样的 这都是一样的 那这边我们所说到的就是一个要点 就是十字节点 十字节点非常重要 叫做十字节点 叫做cracks 叫做cracks 看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key 对了 好下边下一个单词叫做cruise cruise表示的意思叫做 叫做折磨 或者我们就定在十字架上 fire是什么的 抱歉啊来个快递 不好意思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这边啊 cruise它其实和这个excruciate 这两个其实是同一词啊 它其实原指什么呢 原指就是我们所说的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你想想啊 替人受尽苦难的感觉啊 这个叫做crucify 你fire是动词后缀嘛 对不对 fire是一个动词后缀啊 那就是使他在十字架上的感觉 引申为叫做是折磨 使受苦啊 叫做折磨和受苦啊 你说 he was crucified 对不对 就是他呢 受尽折磨 你用这个词就行 一般用被动形式就行了啊 第二个excruciate ex这个不是表示向外 它也表示一个加强的概念 还是啊 加强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感觉 这俩同一词写到一起啊 crux 抱歉啊 叫做十字节点要点啊 上面这个词呢 就是跨越重阳的 就是叫做巡航巡阳啊 好 最后一个单词呢 叫做crucate 开始它啊 crucate表示的意思叫做十字军东征 这个词呢 c的时候一般会啊 这个大写啊 并且呢 它一共不是一次啊 是一共是九次啊 将近两百年 两百年时间 主要是这个啊 为了夺回谁 天主教为了夺回谁啊 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从西欧往地中海地区 对不对 往地中海地区走的 那在东征期间 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那这个往东征期间呢 给士军 士兵佩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十字架 给士兵佩戴了一个十字架 1092到1291年 大概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啊 大概有两百年时间 能听到吗 卡了吗 哈喽哈喽 我这边网络显示很好啊 好了哈 刚才讲到了啊 1092到1292年 差不多这个时间是大概是有 两百年时间 一共是有九次 所以这个里面 大家如果以后学这个历史的时候 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你迟早一下就行了 叫做大写的意思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 给大家讲过 ADE表示什么 这表示名词 或者表示一个集合呀 对不对 表示一个集合 也就是说 从西欧往地中海一样 西欧 欧洲往地中海地区 这是往东走嘛 往东走 在这个东征期间 给士兵佩戴的十字架 组成这个军队 这个时候他叫 十字军 后来我们翻译成叫做什么呢 小写的话就把它翻译成叫做 改革运动 就行了 改革运动 咱们在以前学过这种 政治上的改革 改革运动 和宗教上的改革运动都行 咱们以前学过比较简单 就是REFORM 对不对 学过比较简单的词 是这个词 但你要知道一下 十字军 是来自于十字架 这个词 好 下面这三个单词 那都是跟什么有关 跟航行相关 那第一个就是Voyage 这个咱们之前也提过了 第二个Navigate 前两天咱们讲这词 跟他也提到了 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互送互航 这三个都有印象吗 都有印象吗 他影射的是谁 影射的是Core 我说在核心之外 在Escot 核心以外 这个圈之外 这个叫做互送互航 互送互航的意思 好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读一下 Embark Embark表示的意思 叫做搭载或上船 比如说Embark One thousand passengers 对搭载什么样 一千名乘客 作为动词来讲 直接用就行了 如果后面 他接词On的话 表示的意思就是指 我们所说的 着手做 开始做某事 着手做某事 所以这个词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表示 搭载是上船 搭载是上船 那如果后面接On的话 不及物动词的时候 后面接On 就是我们说 Set out to do something Embark on something 就是着手做 那This Embark 正好是它的反义词 正好是它的一个反义词 表示叫什么呢 叫做是下船 登陆 或者我们叫做下船 这个单词呢 它其实影射的是谁呢 它影射的是 我们这个后半部分 影射这个词 就是board 大家通过这个 BAR记一记 BAR就叫做木板 你看咱们当年 看电影的时候 也都看过这种 这样的桥段 比如这是岸 岸和船之间会怎么样 会是大一个板子 所以人们踩到这个板子上船 通过BAR去记 BAR这个位置 是同源的 跟它是同源的 Hello Hello 喂喂 能听到吗 Hello Hello 稍等一下 大爷的 根本不是快递 不知道谁家 可能是按了我们家 气死我了 等了半天 我说这次电梯怎么还没上来呢 怎么 叫做embark embark 到一块 叫做登陆 一个是上船 一个是下船 上船和下船 好 来 把这两个词过一遍 看通过例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 She made a cruise only after carnival delayed its embarkation 在登船延迟后 对不对 这个他才开始乘船游览 就知道一下 embarkation embark是动词 这个后面加一个atln 这个是名词 名词形式了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第一个叫做 把这几个词写一下 这人就是 你说他聪明 他确实挺聪明 你说他不厚道 确实不太厚道 is by 看看他相关的一些词 第一个叫做 espionage espionage 第二个 叫做 circumpect circumpect 下一个单词 叫做introspect retrospect 和speculate 把这个词根 我们一起看一下 看一下 首先呢 这个词根 这个spec 这个词根 我们再看之前的课程当中 有没有给大家讲过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表示看 是跟看有关 是跟看相关 我们以前学过最简单的词 比如说尊重 respect 对不对 应该是见过这样的单词吧 respect 就看嘛 以示尊重 再看一遍 加强看 去看这个东西 仰视这个东西 是这个意思 那is by 这个词呢 其实意在此处 就表示一个加强 加强看 所以还是跟看有关 那你觉得不好记的话 你就通过间谍去记 去外面看情报的 外面看情报的 这个叫做is by 那他一般多强调 什么样的看呢 一般他强调的是 你看他的英文解释 我们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 to see somebody or something suddenly 他一般有止突然之间的 这种看到 catch a sight of something suddenly 他一般强到这个意思 有止突然的 看到一些东西 catch a sight of something 所以你通过间谍去记 间谍去记他 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espionage 间谍活动 这个在考验当中 是不是也考了 17年还16年的时候 间谍出去 通过spy去想一想 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然后再做报告 是吧 叫espionage espionage 叫做间谍活动 间谍活动 好 下一个词 这个词叫什么 怎么看 circum表什么看 是不是像四周 这样看一看 能理解吧 你看我们在考场上 有的同学都是怎么的 左顾右看 是这种感觉 就是有什么其他想法 但是非常的怎么的 谨慎 就是我们说very cautious 能理解吧 谨慎的 为什么呢 四处看一看 就要保持谨慎 保持谨慎 看一看啊 班长在哪儿 学习委员在哪儿 看看他们的定位 和坐标 还有前后都是什么课代表 这节考什么啊 找什么课代表 是吧 这叫做四周看 谨慎的 introspect往哪看呢 往里看 这叫什么呢 叫做看你自己的内心来 现在把衣服拔开 又胖了 是吧 这叫做什么 叫做反省自省 叫做introspect 向里 内心 反省 好 我们继续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retrospect 又卡了吗 哈喽 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卡呢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叫做retrospect retrospect表示的意思叫做往哪看 re作为前缀还是retrospect表示backward retrospect表示的意思往回往后 往回看 叫做回顾 叫做回顾 这个词在使用的时候注意后面一边 前面会接接词in inretrospect 回顾过去 当年有篇文章讲到了 就是要不要生孩子的一篇文章 考研当中提到了 就是 这个生孩子回顾过去的几十年 快乐居多 但痛苦也不少 这个叫做往回看 叫做retrospect 回顾 这是一个名词 往里看是反省 四周看 这叫什么 谨慎 间谍看 这叫间谍活动 叫espy 叫做突然看到 推测猜测 还记得这两个单词吗 一个叫做surprise 还有一个叫做一起扔想法 把你们的想法都扔出来 我听一听 叫conjecture 还有印象吗 这两个单词 surprise和conjecture 一起扔想法 这叫推测猜测 推测猜测 那第二个意思 投机 这个也知道 我们常说投机炒股 speculate in 是吧 stocks 投机股 投机股 投机 好 最后一个单词 perceive 这个咱们之前给大家 也提到了 收到 女友怀孕的消息 今天这是怎么了 这几个词还能想起来吗 叫做conceive receive perceive 这几个还有 收到receive 收到receive 怀孕 conceive 能想起来吗 收到女友怀孕的消息 perceive 叫察觉 感觉到 察觉感觉 最后一个呢 deceive 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 欺骗 叫做欺骗 别忘了 这个词 好了 speculate 咱们之前也提到过了 它是来自于 看准了 看并且还得什么 calculate 看并且还得算 这叫投机 看完了再算就算 投机 投机 好 我们来看下边 下个单词读一下 叫做cram cram有这样的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表示我们所说的 仓促用功 这种填鸭式的学习 就往里灌 这个叫做cram 这种填鸭式的教学 让你死记硬背 我们会用到这个单词 叫做cram 那第二层含义 还可以表什么意思 叫做塞满 叫做塞 填满 塞满的意思 作为动词呢 看一看 急误和不急误都可以 都可以用这个单词 比如说 造一个句子 说他这个 一直以来 都在 劈了老命的去备考 仓促用功备考 你可以叫做 he has been cramming for his exams 对吧 he has been cramming for his exams 一直都在仓促的 用功 为了考试 这个叫做cram 第二个意思呢 刚才说到了 就表示我们说 往里c和填的意思 叫做c或者是填 你比如说你这个车里 c进了几个人 1234 c进了四个人 他叫做 he crammed four people into the car he crammed four people 或者是four people are 或者是were crammed into the car 都行 就是往里填 集满 c满 集满 c满 这个单词 他就可以给谁 放在一块 还有一个单词 叫做crammed 然后你把这个词 可以写在旁边 对吧 加一个ed crammed crammed这个单词 它表示的意思 就是指 狭小狭窄的 形容空间 非常的窄 狭小狭窄的 crammed 又表示 静轮 静轮的意思 大家看这个形容词 加了一个异地 它这本身表示 空间非常的狭小 应该有的人家里 house 大house 可能是1000平方米 有的人家里 可能是三口人 但就住四平米 一个小屋 这叫做非常的拥挤 这都挤在一起 因为刚才咱们说到了 crammed有什么意思 叫做填入填满的意思 塞满填满的意思 只这样的意思 叫做crammed something 第二个表示 crammed four 为了什么而仓促运功 它跟那个狭小 空间狭小放到一块去去记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来第一个叫做cadro 读一读 cadro 表示甜言蜜语的哄片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在你身边发生 那一个人跟你说 你跟我走吧 我给你多少多少钱 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你能理解吧 这个叫做cadro 哄片 它一般有使用甜言蜜语的哄片 它后面一般会接谁呢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这个词这样去使用 哄片某人做某事 哄片某人做某事 叫cadro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好 下面这几个词呢 可能也都是跟 哄片有关 差不多 就是说 跟他画饼 就跟他画饼 下面第一个叫做coax 第二个hoax 第三个invigo 下一个词 叫做entice 做一个seduce 这几个词呢 都还要表示一种哄片 这样的意思 在里面呢 注意一下他们的区别就行 注意一下 有一些词的区别 第一个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到了 什么叫甜言蜜语的哄片呢 就哄你开心嘛 你看这个女生 男朋友没有给哄过你 就是咱们俩谈恋爱 然后给你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是吧 就是co 叫我们加一个joy 在le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嘛 动作后缀嘛 就是一起使你开心 coax joy 通过joy去记 就是让你快乐 甜言蜜语的说 甜言蜜语的说 女同学在选男朋友的时候也一样 你不要她听她说什么 明白了吧 你还是得看实际行动 你跟他说的 谁都会说 说也不费劲 说是最廉价的 说是最廉价的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个成本 你看他做什么 对 叫做 第二个 叫做 这个刘洋是谁 刚才上热搜了 都不知道是谁 就跑到热搜上面去了 coax coax呢 他表示的意思也叫做哄骗 或者是劝诱 这个在16年考研当中 又考这个词了 他当时考的东西 你看他叫什么 叫劝诱 劝说一个人 当时他考的词就是谁 persuade 所以英语2的同学 注意 如果考试啊 你说16年真题的时候 看到这个词 反应过来 他表示的意思也叫做虎骗 他跟这也跟 可只有同一词 但第二表示劝诱 通过言语去劝说你做事 叫做 cadro coax cadro coax 这都高考词汇了 这高考就学了 那现在高考学的真难啊 这在考研当中还画了个引号 问你这单词啥意思 coax 下面这个词呢 hoax 这俩可以放到一块 hoax呢 就是正常的 我们是叫做欺骗骗局 或者我们叫做恶作剧就行 coax hoax 他也是哄骗 下面这个词一般强调的是骗局 比如说在愚人节的时候 弄一个骗局 这个叫做hoax 还有简单一点的词 我们说万圣节的时候 那个词叫出来的 叫trick 对不对 trick 正常的欺骗骗局 我们叫做trick hoax 好 看一下边 下一个单词叫做invigo 对不对他 invigo这个单词 他表示的意思也叫什么呢 叫做诱骗 诱使某人去做某事 invigo invigo这个单词 那这个单词大家可以通过 我们说谐音记忆记就是in 为什么的 goin 对不对 in为go in为goin你 把你给勾过来 这个叫做诱使 叫做诱使 或者我们这种骗你 invigo都行 他也是接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 也这样去使用 也这样去使用 比如他骗取了 骗取了他的爱 你可以叫做 he invigled himself into her affections affection 喜爱这个单词 he invigled himself into her affections 男他骗取了女他的爱 叫做骗诱 有一种欺骗 诱惑这样的一个概念 想到这样的一个意思 用一些不诚实的手段 用一些不诚实的这样的一些手段 去做一些 他想控制的事情 因为勾引 因为勾 hoax coax 这俩可以放到一块 这在新概念三当中也有 就是四十个强天钻的文章 下一个词叫做intice intice叫做什么呢 叫做诱惑缩使 他这个词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哪个词 放到一块 就跟这个词还记不记得 叫做induce 看还记得他吗 t和de 这不是一样吗 induce 咱们说叫什么意思来的 叫做 还记得他吗 是不是叫做引诱啊 叫做引诱 劝诱还是跟引导相关 intice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诱使 叫做诱使 引诱都行 他也可以等于persuade 就是一种劝你 这种感觉 引诱诱使 可以跟persuade作为一个经义词 也可以跟他作为经义词 作为一个seduce 咱们讲 他表示什么样的诱来 他叫做色诱 他叫做色诱 se 想象他 好了 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词 cajure 他这个词映射的是joy 高兴 这是名词了 不用说了 下面这些词 他们的用法都相同 都是这些somebody into doing 这几个词的用法 都是一样的 来自于joy 这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 cokes cajure 跟他一样 一家的 叫做红片 coax hoax 表示欺骗 骗局 因为勾 因为勾引 也叫做优势 entice 缩食 引诱 seduce 色诱 好 那看看 这边 第一个 叫做 I inspire two people 看到了吗 这作为动词 它是一个什么 几乎动词 我突然看到两个人 看到了吗 突然看到了两个人 我们在很早以前 学过一个词 叫做 看见 那个词还记不记得 叫做behold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拿着给人示众的感觉 让他看 behold 第二个 叫做crime four 为了什么 而临阵摸枪 或者我们所说 叫做仓促用功 大家现在 就到了考试阶段 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crime four final exams 对于这个期末的 这些考试 表示 拼了老命 是这个意思 下面最后一个单词 cadro me into renting something 对不对 骗我去租用一些东西 骗我去租一些东西 cadro somebody into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 我都说了 就是cheat cheat 就是正常用行为上的 这种欺骗 cadro更多的 还是强调言语上的 言语上的骗 cadro 终于在第二阴节 记一记 好好背一背 英语考试当中 我都说了 你原来不认识的词 肯定都在万词班里 都给你讲到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叫做rumpo 叫做rumpo 是起咒 起咒 我在之前呢 给大家讲过 一大堆字母组合吧 上周日总结的 对不对 就是周日总结的 那这个 最后一个呢 再说一下它 就是这个ump 这个字母组合 但它不是首字母 我们之前讲过 都是开头的字母 sl啊 或者什么fl啊 还有什么st 还记得吧 之前已经总结过一次了 11组 11组 在周六还周日了 周六说错了 周六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那今天咱们说这个ump 它其实不是来自于首字母开头 它是来自于中间部分 ump呢 它其实来自于这个up 就是上去 所以它是有一种什么呢 这种起伏的感觉 叫做起伏 上下起伏的感觉 你是来up的一个影射 你看咱们说跳嘛 是不是上下 是这个动作 能力写吧 你看看还有哪些词 一会再给大家总结 你看第一个叫做rumpel 你写一下它 rumpel这个词呢 r其实影射就是re这个前缺表 再一次 再一次 你看东西 有上去有下去有上去 这才叫做弄皱了 能列这个感觉吧 这个叫做再一次加个ump 然后再加上le 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 比如说把他的裙子 连一群弄皱了 直接用就行了 叫做rumpel her dress rumpel her skirt 都行 把他什么东西给弄皱 弄皱了 rumpel 第二个呢 加了个c之后 意思没变 crumpel 是创造出一些褶皱 创造出一些褶皱 所以还是叫做弄皱 和碎裂 弄皱 或者是碎裂的意思 叫做rumpel crumple 其实还有什么样的词 比如说像hump hump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驼峰 骆驼的驼峰 你看是不是也是 起伏不平的感觉 能理解吧 驼峰 驼峰 这个h呢 它映射的就是高这个词 高高隆起的 高高隆起的 就是这种起伏不平 叫做hump 咱们之前讲过slump 还记得吧 对吧 你看这暴跌也是这样的 一路下来 它不能说这个直线下跌 那这是垂直下来了 那一定是这种 对不对 你把这个先有一个印象 还有一些词 咱们后面再说 叫做弄皱 你想想up就行 有上有下 有上有下 是这种感觉 crumpel也这个意思 rico这个单词呢 表示脸上的皱 叫做皱纹 起皱纹 这个为什么叫皱纹 wr这个字母组合讲过没 wr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扭曲有关呢 就是连扭成一团 这个叫做什么 要起皱纹 叫做rinkle 好 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面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还是作为阅读认知就行 第一个叫做coxcomb 第二个dandy 第三个叫做fop 他这个词呢 花花公子 注意他不是强调的是那个大猪蹄子 不是说色狼 明白了吧 他强就是这种非常时髦好打扮的 明白了吧 非常时髦的好打扮的 这样的什么呢 这样的男人 你看他第一个单词比较好理解 就是里面有个词叫什么 书头这个单词 听过吧 com这个单词 有没有咱们在座的男同学 每天要出去的时候 室友都在外边等你半天了 你还在里面洗澡 然后左一层护肤 又梳一把头的 挑衣服挑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出不了屋 这种男生 叫coxcomb 你的室友就是这样 对吧 有的男生是这样的话 那就知道 打扮很精致的 打扮很精致的 马里奥也是这样 其实走在马路上 根本没有人看我们 就真的真的不用 好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dandy dandy这个单词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同一词 也表示的意思叫做 这种好打扮的男子 形容人呢 穿着就可以指服饰 非常华丽的 大家想到了 dapper挺好的 好打扮的男子 就是油头粉面 能有这种概念吗 油头粉面的男人 你觉得不好记 你就通过daddy去记 看看父亲是不是 daddy dandy 叫dandy daddy 像父亲一样 好打扮的男子 好打扮的男子 其实我要是今天不见什么客人的话 一般我都是去健身房 都是不洗脸 也不洗头 基本都是这样 因为你总洗脸 好像据说 也不太好 他都是据路边社 不可靠消息 好像是总洗脸 也不太好 好像是给脸洗漏 还是怎么样 把皮洗掉之类的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fop 花花公子 顽固子弟 意思跟他也是相同 这个就比较偏口语化的一个单词了 也是花花公子 衣着过分讲究的 这样的一些人 就是a man who is too interested in his clothes and the way he looks 叫做fop 叫做fop 把这个词记一下 好 他这个词其实跟我们大家都熟悉骂人的话 那个词 跟我们那个单词 其实是很相近的 这是fuck 他是跟他是同源的 跟他是同源的 好 就是繁殖性交这个单词 大家都学过 好 把这三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 爱书头的男孩子 dandy daddy 花花公子 爱打扮的男人 做一个fop 表现的意思也是 花花公子 顽固子弟 想一想 总是想到交配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样的男生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这几个词 叫做垃圾 loves up loves up 第一个 rubbish 把这字写下来 第二个 garbage trash 下边 就是 refuse waste affluent 这个字写一下 不难 现在美国 之前去纽约 看到的比较多 就是trash trash bean 垃圾桶 trash can trash bean 垃圾桶 第一个 rubbish rubbish 这个单词 英式用的比较多 我上学那时候 学的都是英式教材 那时候 这个建的比较多的 垃圾 垃圾 garbage 也是表示这样的一层海译 一样的 都是表示垃圾垃圾 垃圾垃圾 那下面呢 下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叫做trash 这是一个美式的用词 美式的用词 这样的这几个词 还是它比较偏生活化一点 知道一下就行了 trash 你觉得不好 就通过谁 就通过cash 一个是现金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垃圾 放到一块是相对的 trash cash 我要说的是 下面这两个 咱们参加考试的 你可以看看这两个词 这两个要注意 它复合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它属于熟词批译 第一个呢 咱们当年学的叫refuse 是不是叫拒绝 是不是学过这个单词 之前是不是学过refuse 拒绝 但它动音 那个动词的话 中音在第二年解 这个中音在第一年解 就是refuse 也是表示垃圾 它在使用的时候 一般会跟其他名词 复合在一起使用 比如说我们说叫做 这个工业垃圾 你可以叫什么 叫做 industrial refuse 对吧 我们说生活垃圾 家里的垃圾 你可以叫做 domestic 你可以写两个端语就行了 domestic refuse 都行 对不对 domestic refuse 它从意思上 跟我们所说的 garbage rubbage 意思都一样 都是表示垃圾 都是表示垃圾 就是会跟它复合 下面这个waste 也是一样 所以当年六级里考的吧 叫做什么呢 叫做environmental waste 这种环境的废料 环境当中的这些废料 或者是垃圾 用它也行 比如说你说叫做chemical waste 这大家能猜出来什么意思吧 chemical chemical叫什么意思来的 就chemistry 初中学过化学 爱这种化学垃圾 化学垃圾 化学废料 你用它就行 所以就是浪费 动词是浪费 那名词呢 还有一层含义 就是垃圾废料 refuse 也是这个意思 他就说了industrial waste 工业废料 工业垃圾 用它就行 好 最后一个affer 这前两天咱们讲过工业污水 因为来自于谁 来自于流淌 这个词 就是flow 排出的 工厂往外排的 排出来的 叫做污水 废水 把这几次读一下 前两个词还比较偏生活化一点 比较 建的比较多 第一个是rubbish 你想想rubber 就是橡胶 不用的 不用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垃圾 garbage 也是trash 梅语当中trash can trash bean 都行 好 看最后一个 叫做wont 读一下 wont 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词 有点略偏 所以咱们主要还是专巴的同学 把它背一下 叫做习惯 叫做习惯 如果在咱们这个 像考研的话 四六级考章出 他肯定是超纲词了 对吧 叫做习惯 就等于我们所说的habit 一样的 对吧 habit custom 和habitude 都是一样 都是表示习惯的意思 你记住他阴阴失忆就行了 你可以通过wont去想一想 不会改变的东西 就是习惯 wont wont 不会改变习惯 好 看看例句当中这几个 第一个 叫做什么呢 叫做 arumpled coxcomb 这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我觉得这样一个高个子的 这种苍白的 英国人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形象 有着什么呢 卫书里的这种 蓬头乱发的这种白色头发 就是弄出褶了 压出褶来的 叫rumpled ump 这个字幕组合 大家不要忘了 表示上下起伏的感觉 等于dandy和fog 第二个词叫做rubbish my knees are rubbish 他用的这个词 膝盖是废物 用的这个词 最后一个单词说 he is wont to cry 然后叫做习惯于做某事 你看他这个一个用法 be want to he is wont to cry 叫做习惯性开始哭 开始哭泣 好看下边 下一组词 这组词稍微多一点 第一个叫做acme 我写一下acme 叫做顶峰顶点 顶峰顶点 那这里面这个词根呢 就是acacracerb 这仨同根的 都是跟什么有关呢 咱们在这个小的时候 打扑个牌的时候 玩过这张牌吧 这张牌是哪张牌啊 我们管这张牌叫什么 ace 叫哪张牌 它叫什么 叫做尖 对不对 是跟尖有关 跟尖有关 你看这是跟尖顶有关 第二个还表什么呢 就是酸 大家脑子里想想它 叫acid 我们在中学化学课的时候 老师讲过吗 ace啊 所以这个ac这个词根 第一层含义 是跟尖有关 sharp叫尖吗 对吧 第二层含义就表示酸 sour 是跟酸有关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两个意思记住 这个词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下面的一些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汇 第一个叫acme 第二个acme acred acrimony 下一个呢叫做accerbic accerbic exacerbate 这个之前提过 我这后面会讲这个词根 咱们再一会把这词根说一说 下面acumen 写完之后打一下E 写完同学读一读 等会慢的 acme acne acred acrimony accerbic accerbic acumen acumen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叫做acme 为什么叫顶点 顶点就是一个尖嘛 对吧 山峰 一个东西的 这个露出一个尖头 这个尖顶 这个叫做最高点 最高点 不能是平面的 那个地是平面的 就不能叫做 不能叫顶点了 那就没有这个顶这个概念了 那第二个词叫什么 叫做acme 叫粉刺 我们在很多化妆品上能看到 在座的女同学 男同学 看看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 因为酸性物质 过多所导致的 你要总吃那个酸性的东西 油身体 油太大了 总吃猪肉 那这个时候吃多了 可能就是脸上长痘 油炸的东西太多了 酸性物质 多过多导致的粉刺 青春痘 是他 这两个别混了就行 那个me是我 所以你就这样想一想 我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你长了一连粉刺 这样去记 叫 to reach the acne of his career at the age of 40 在40岁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事业达到了顶峰 叫 to reach the acne of his career at the age of 40 在40岁的时候 达到顶峰 我达到了顶点 你长了一连粉刺 长了一连粉刺 别混 我顶峰 你粉刺 下一个词叫做accurate id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形容词后缀 他就是形容词后缀 他也就是形容词后缀 那这里面这个acr 还是就是跟肩有关 他形容以人的言词上 叫做尖刻的 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 说话特狠 原来我说话也是特别狠 要么就不说 说出来就特别狠 现在呢 我也学尖了 对吧 装傻谁不会 这个叫做尖刻的 叫做很尖刻的 还有表什么呢 叫做刺激性的都行 刺激性的 辛辣的都行 比如说我们说叫做 acrid fumes fume还记得吗 fume这个单词 咱们讲过叫什么意思来的 之前是有提过 那个当时有一片 伦敦大烟雾吧 是吧 当时图片是巴黎 那个好像是烟嘛 这就不能发生尖刻的烟 就是发生什么意思 这种刺激性的 那另外是味道上 这种刺激性 刺激性的 这样的一些浓烟烟雾 第二个呢 就表示言词上的 这种尖刻很刻薄 刻薄的 好 接下来个单词 叫做acrimony acrimony呢 前面你看这acri acri一样 也是表示这个意思 叫做尖刻讽刺 它形容人的言词上 非常的犀利 是吧 叫做acrimony 形容词是OUS结尾 尖刻 对吧 这俩词放到一块背 读一下 acri的acrimony acri的acrimony acrimony 记不住你后面把它 想成monitor moni吗 monitor 尖刻的班长 你看班长有的时候 在班级里 有时候说话特别厉害 特别严厉 在全班同学面前 给你弄得下不来台 叫做acrimony acrimony 好 下一个单词 acervic 这俩呢放到一起 因为它都是acerv 但还是来自这个词根了 你看这个就是取词根本 第一个就是酸的 第二个还是表示 是言词的尖刻 一个是酸 一个是尖刻的 跟上面就是同一词的 那下面这个EX的死数表加强 就是变得越来越尖刻 这个叫做什么 变得像矛盾 变得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尖锐 大家都看到 最近香港在抖音上看到了吗 香港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就是也是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尖锐 大学生 那些废青 是吧 有一些废青和警察之间 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这个叫做局势恶化 叫做恶化 叫exacerbate 它等于我们之前说的哪个词 哪个词啊 叫做 惡化这个词吗 变坏吗 跟他统一 aggravate 挺好的 跟昨天讲那个aggravate一样 deterrate 非常棒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acumen acumen表示叫做敏锐 洞察力 看这个单词 以前我们有听过它 叫做insight 见过这个单词吗 看得很深入 有的人就能看一个表面 但有些人能看到他的心里 洞察力特别强 洞察力这个词可以跟他作为 敏锐洞察 可以跟他作为同一词 作为同一词 这个就通过一个谁去记 尖 尖尖的男人 咱们这人眼睛老尖了 一下就看出了 我是贼 这叫做很敏锐 洞察力特别强 这老师眼睛特别尖 一下就看出来 我在考场上有其他想法 是吧 这叫做尖尖的人 咱们生活当中 如果说这孩子老尖了 什么意思 这个人可奸了 这个人 什么意思 是不是也是很精明的感觉 对不对 精明敏锐 很精明 敏锐聪明 好 把这几个词过一下 他这个地方补充的比较多 大家不要混淆就好了 第一个叫做 我顶峰 你粉刺 我是顶峰 你是粉刺 acme 第二个叫做 acred 尖刻的 还有表达很刺鼻的 acred monitor acred monitor 班长怎么的 想想 咱们想想 咱们生活当中的班长 有一些班长 就会变得非常的尖刻 尖刻的 下一个单词 acerbic exacerbate 它两个意思都有 具体词 那么等于酸的和尖刻 这个叫做 变得尖刻 叫做恶化 局势的这种恶化 cuman 叫做尖尖的男人 这人很 什么的 洞察力 精明 精明洞察 精明洞察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同义词和反义词 来把这几个词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叫做pinacle 先看这个黑字 本身就是同义词 给它 下来 这就是国内考试 和国外考试 所有考过的 都给你总结全了 所有考过的 国内考试 国外考试 都给你总结全了 pinacle这个词 表示也叫做顶峰 或者叫顶胜时期 顶峰 或者顶胜时期 比如说 the pinnacle of his career 一样的 the pinnacle of his career career事业 的巅峰 当年刘翔 我们小的时候 看过吧 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 然后就prime 这种全胜时期 顶胜时期 那为什么 它表示叫做顶峰呢 pinacle of 它这个词就是pin 叫什么 是不是叫做 针呢 就是针 还是强调是针尖 针尖的感觉 站在最尖的 这个地方 到它已经是 到头了 最尖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个叫做pin 从个针去记 CRE表示的一个名词后缀 它表示的是一个名词后缀的概念 好 下个单词叫做combination combination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什么 顶峰 这个在考验当中考过 很多同学当初现的时候都不认识 这个比较难 combination这个单词呢 跟前面的词意思也是相同的 也表示叫做顶点啊 或者我们叫做巅峰都行 它是一个正式用词 就是the highest point 是这个意思啊 highest point 最高点 强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呢 通过谁去记呢 它实际前半部分是来自于谁啊 这个climb come是来自于climb这个词的一个错词 而这个mean呢 我之前给大家提到过 这个词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突出啊 还记得吗 跟突起或突出有关 咱们之前有提到过吗 杰出杰出十分杰出 eminent prominent 还记得它吗 之前其实提到过这个单词 一个是climb加一个mean 就爬到最高点 爬到最高点 爬到突出来的这一块 这个也叫做顶峰 比如说一个事件 达到了一个高潮 一个顶峰 用这个词都行 用这个词都可以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zenith zenith表示的意思也叫顶峰 它这是来自于谁呢 是来自于zeus 就是希腊神话当中 宙斯所居住的 奥林匹斯山的山顶 能够宙斯去记 是吧 你想想住在天顶 最高点在天上 这是跟zeus 跟他同源的 叫做顶峰 叫做顶峰 顶峰 这是climb加一个谁 加一个min这个词根 表示突出突起 来自这个词根 好 加一个单词叫做cress 这是一个品牌 大家知道吗 哪个品牌 我们说叫做家 杰市 注意过吗 家杰市 来看看那个家杰市 那个品牌 下次注意的时候 在超市里的时候注意一下 那这个单词呢 它表示什么样的峰呢 它表示浪峰 就是海浪的 这个浪高浪峰 看咱们有没有学什么气象的 天文啥的 气象学的 就知道一下 这表示海浪的浪峰 这个时候其他词就不能替换 这个时候其他的词汇就不替换 想想那个家杰市 是那个波浪型的牙刷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 他先用的这个牙刷 这种波浪型的 叫做cress 加结式啊 浪峰 浪峰啊 下一个词叫做aprogee aprogee表示叫做远地点 最高点 这个咱们要学地理的啊 同学就可以看一下 不学地理的 不强求了啊 不强求了啊 这个后半部分 这个ge呢 e它其实影射的是geo 这个词根 就是地球这个词 apo呢 就来自于ab 远离嘛 远离地球 aprogee啊 这个叫做远地点 啊 叫做远地点啊 aprogee啊 近地点 咱们有学地理的吗 就是它吗 对不对 啊 我们所说的叫做paragy 啊 paragy 一个是近地点 一个是远地点 啊 离地球远 这个脑子里想想geography 地理啊 地理地址 geology 想想这样的单词 所以这个地球的地 你就能想到 要不然这个硬背 肯定想不到 啊 想不到 啊 好了 把这几个顶峰的词 咱们过一下啊 第一个单词叫做pinacle 想想尖顶 咱们说塔尖 你看这个 一个尖的感觉 这大能力吧 它是跟尖有关啊 叫做顶峰 事业的顶峰啊 第二个呢 天文学啊 对天文学的啊 下一个呢 叫做combination 它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 一个事件发展的 这种高峰高潮 你可以用这个单词 啊 叫做高峰啊 顶点 高潮啊 可以用这个单词 下一个 zenith是宙斯啊 居住的叫做顶峰 天顶 克莱斯的佳节式 表示浪峰 海浪的 浪峰 这个跟其他的词不替换啊 aprogee啊 叫 原地点 最高点啊 那最低点呢 我们可以说的 lois point 可以用这个词表达 但他也可以用一个词 就哪个词 用它叫做 nadeer 讀一词 nadeer 啊 就是 nana 的 ed 你想想 nadeer 你想想 那个d nadeer 一个是最高 一个是最低 一个是最高 一个是最低 一个是最高 一个是最低 把这几个词放一放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一下边 然后下一个词 来看第一个 啊 就是demean degrade debase 还有abase 啊 这几个词 同一词表示降低 或者是贬低 最简单的降低 贬低就是lower lower oneself 啊 lower oneself 这个词也都比较好记 好记啊 你看看啊 那个mean 叫做意思 对不对 意思上的下降 我们常说叫做降低 或者是贬低 他跟我们昨天学那个词 就是很像 昨天说那个词叫做demean 还记得他吗 同学们 demean表示的意思 叫做什么来的 他表示的意思 叫做行为 举止 那但他是来自于maner 他俩这词源不一样 恰恰长得很相似 但他俩词源不一样 这是不一样的 mean叫做降低贬低 他其实来自mean 这个形容词的意思 叫做baby 就是一个人的baby行为 叫贬低一个人 但从意思去记就行了 意思的下降 级别的下降 看degrade 看到吗 叫做 级别的下降 叫降低 还是叫降低 降低 下一个是debase base叫基础 基础再往下走 还是叫做降低贬低 这个base跟他意思一样 把这四个过一下 第一个叫做 意思的下降 demean 级别的下降 degrade 降低 降低 debase和base 还是这个意思 就是一种贬低 其实就是一种贬低 这里边我说一下 第二个单词 degrade 我在澳洲的时候 看到超市塑料袋上 我写这个词 叫degradable degradable 这个地方就发生什么意思 你想想他写在塑料袋上了 你说这个词 大概通过语境 你不能发生塑料袋 降低 那不通吧 那就是什么呢 叫做可降解 对不对 叫做可降解的 叫做可降解 把一曲调加一个able 叫做degradable degradable 这个叫感情 可降解的东西 其实就是环保的 明白这意思吧 那从环保的角度来说 就是一个正向概念 好 我们看看这一组词当中 你看这里面这个短语 应该怎么翻 不要看下边 你就看上面 应该怎么翻 什么叫做 elegance 优雅 优雅的顶峰 那你这么翻 肯定不通 这就看你语文的水平了 你不能翻成优雅的顶峰 所以就是这种优雅到极致 明白这个意思吧 就是优雅到顶峰了 就极度优雅 对不对 优雅到极致 就这个意思 所以就我们 还是要去多看的东西 才慢慢能反映 要不然确实就不太好看 不太好看 下面这个单词就是demaining 叫做贬低性的 贬低性的称呼 贬低的 他用了一个ing 做形容词了 好 我们把过去的这个50分钟 快速回顾一下 第一个 Cruise 克鲁兹 想一想 巡航 来自于谁 来自于那个 Cruise 跨越重阳之意 对不对 叫巡航 往返航行 咱们出那个 做那个巡船游览 都是这个词 乘船游览 都是这词 十字点 叫做关键要点 还来自于十字架 下一个 Crucify 和Excruciate 在十字架上 叫做是折磨 折磨 我们在以前学过 这个词叫做toucher 也是很早以前学的了 你看扭动你 toucher 也是叫做酷刑拷打 那个词 酷刑拷打 那个也是来 也是跟他同一词 Cruise 之前讲了 给大家讲的 就是十字架的集合 Cruise 加一个一群人带十字架 想到老师给大家简单 讲到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 这样一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十字军东征 对不对 想到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跟伊斯兰教 对不对 还有这个天主教打起来了 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所以这叫做往东征 往东边走 是带了十字架 这样的一群人 叫做 叫做Cruise Cruise 好 看下面 下一组 embark 这个单词呢 想一想谁映射的谁 就是bar 想想上这个跳板 登上这个跳板 叫做上船 第二个表是着手 坐后面就on的时候 叫做embark on 这个在六级里就已经考了 embark on something 就是着手做某事 六级考研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考了 这第一个意思 是留学考试当中 常考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 这个在国内就已经考了 disembark 反义词 表示叫做登陆 或者我们叫做下船 它的名词叫embarkation 刚才例句当中 也给出来了 好 这边第一个 叫做Cruise Isby Isby 间谍叫突然看见 间谍行动 四周看 spec这个词 四周看一看 叫做谨慎 往里看 叫做反省内省 往回看 这叫做回顾 in ritual spec 名字这样使用 下一个投机 cram 看这个图片 叫cram for the exam cram for the exam 为这些考试 怎么样 仓促用功 这种填鸭式的教学 往里塞的感觉 还有一个形容词 叫cram 对吧 cram的表示 就是很狭小的 你看这种 这就是很狭小 就是cramped 非常狭小的 这样一个后背词 boot 第二个意思 就表示say man 的意思 好 这边第一个 叫control 脑子里想人 想joy 哄你开心 让你高兴 这叫甜言蜜语的哄片 coax 叫做片诱 跟他一样 也是这种甜言蜜语的哄片 或者是劝一个人 他的同义词 在英语216年考的是persuade hoax 正常名词 其片片句 因为勾引 因为勾 因为勾 叫做诱使 indice 就是induce 引诱 缩使引诱 seduce 色诱 这边第一个 rumple 想想ump 这个字幕组合 是跟崎岖不平有关 崎岖不平有关 所以叫做 再一次让他崎岖不平 reample 就是弄咒 折咒弄咒 crumple加个c还是这意思 还是这样的 coxcomb 书头的人 爱书头的人 就是用好打扮的 小马哥记住了 用什么样的词形容自己 如果你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用一个小时 加个coxcomb 叫做dandy daddy 好打扮的人 fop 顽固子弟 花花公子 这边都是跟垃圾有关的 rubbish garbage trash 这两个单词 要注意一下 就是refuse 和waste 这是两个熟字批 看没可以写上就明白 叫做domestic domestic refuse 叫做生活垃圾 家庭的垃圾 就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won't 习惯 habit won't 习惯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刚刚给大家提到了吧 这个ump 跟什么有关 还记得吗 刚刚给大家说到了 跟什么有关 跟崎岖不平有关 我们把这几个词 可以记在一起 好 来 lump bump plump clump slump hump 加油 好 lump 第二个bump 第三个叫做plump 还有水泵 也是水泵是新年年2 里得拿了 是吧 挺好的 clump slump pump 好 你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词表示东西 一大堆东西 这个当年考研当中 考的是lumps of 就是一堆一堆的东西 成堆的 这样一个 第二个还可以表示什么 叫做大量 就是lumps of 第二个呢 表示叫做什么 叫总块 其实总块就表示什么 叫做东北话 叫包 能列这个意思吧 叫做包 所以这个包是不不平的 大家来看脑袋 还有包的东西 来摸一下 这如果有一个包 一摸是吧 正常这边是平的 因为人鼓起来一块 这叫做不平溜的东西 所以它呢 可以表示 第一个脑袋顶上 身上的这个肿块 鼓起一个包 第二个呢 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表示食物里的大团大块 比如说我们 活面的时候 里边有那种大块 一块一大块 一大块的东西 这都叫lump 都叫lump 第二个呢 叫做bump bump这个词呢 就是表示肿块 它不表示吃的里边 不能表示吃的东西的块 就表示身体上壮的包 因为它动词叫做撞击 就是bump 你想想这个概念 然后bump撞墙上了 对不对 没有人说扁击 它为什么叫bump撞墙上了 就是bump 记住了吗 咱们都南方同学是这样说 反正东北 东北是这样说 它说bump撞柱子上了 对不对 而没说扁击 没说夸擦撞柱子上 没这么说 夸擦那是 那是皮擦了 那是 所以一般是一声 就是棒 肿块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下一个单词 叫做plump plump表示的意思 叫做丰满的 丰满也是不平 你看这个p 你可以把它想成胖 胖胖的一大团 你这样想一想 胖胖的一团是丰满 丰满这是什么呢 是不是也是前途后翘啊 对不对 你看看 是这种感觉吧 你看这有些女性啊 特别丰满的话 那就是叫前途后翘的感觉 叫做丰满的 丰满 话段不太像啊 不好意思 话段不太像啊 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你懂就行了 对不对 前途后翘的感觉啊 丰满的 丰满的 你看就咱们经常会说 s型曲线吧 前面凸 然后后边翘 对不对 是这种感觉 这点像 这画的也不像啊 赶紧擦掉啊 这画的也不太像啊 这画的也像攻击 有点像 后母鸡了啊 plump 胖胖的全丰满啊 clump表示的意思 叫做一丛一蹴 一丛一蹴 c呢 这个前面 我讲过呢 c强调的是什么概念 c是 一个包围结构 就把这些东西 也传到一传了啊 一大量的东西 包在一起 这叫做一丛一蹴 比如说clump of bushes 对不对 clump of bushes 一丛灌木 对不对 一丛一蹴啊 叫做clump 下面这两个 是不是都讲过了 往下吧 崎岖不平的向下 叫暴跌 sl下滑吗 你看这种崎岖不平的往下走 你看那个股市大盘 就能看到那个曲线 第二个hump就是高高龙起的 叫做驼峰龙起 驼峰龙起 这个在国外自驾的时候 你们注意 在美国自驾的时候 马路上会有这个hump 然后前面就鼓起一个路上 正常的路上会有个大包 这就告诉你要减速 明白了 惯不从是bush 下次你遇到的时候 注意一下开车 如果喜欢自驾的同学 在美国遇到的时候 就看到他写hump 就你正常这道道开 然后他写个hump 就前面有减速带了 就鼓起来一个大包龙起的 写的就是这词 叫做hump hump 好把这个词过一下 第一个hump叫做 大堆大块 然后边种块 bump也是bong 种块 撞击种块 胖胖的是丰满 plump 胖胖的是丰满 clump包裹起来的 攒起来的大量 这是一丛一粗 向下滑 这是暴跌 高高龙起的是大 驼峰 驼峰 龙起 是龙起 那我们说表示一大块 还有这样的表达 这个block又是一个熟词批语 大家还记得之前 我们所说的这个block 是什么意思 阻碍街区 大楼 还记得这三个意思吗 街区 大楼 一栋楼 第一状第二状 block 还有表示叫做阻碍 阻碍 阻碍 都是这个词 那这里边还有第三层含义 也有一个意思讲到 叫做a block of ice 一大块冰 表示一大块东西 用这个词也行 因为阻碍嘛 所以一大块东西 是一个路障的感觉 堵在路上 一大块 一大块东西 一大块东西 好 我们进行完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optim 对不对 optim 来把它写下来 它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许多 许多大量 叫做许多大量 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many 跟这意思一样 区块链之前讲过吧 blockchain 是吧 blockchain 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在前两天就给大家讲了这样的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 叫做sandry 这个词大家还有印象吗 种种的各种各样的 还记得这个词不 我说它来自于谁 来自于sander那个单词 sander那个单词 种种各种各样 optim也是一个词 大家这个词抓住谁去记呢 比如说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书籍 你叫optim books 这个词比较难 许多的书 许多的东西 后面间名词复述 课住名词复述就行了 他就来抓住team去记 team是不是十几个呀 13到19 你想一想 有十几个东西 这个叫读 通过team去记 读一下optim 好 splinter 记得得打1 忘记得得R 这个是昨天讲的 我记得好像 还是星期六讲过来的 咱们说它是不是跟split是一样 split呢强调什么意思 我当时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绎 split强调这叫split 对不对 这个叫做split 那splinter强调的是都碎掉了 它这个影子是little嘛 分成小块 这叫做分裂 分开 splinter强调的是碎裂 是来自于它 你看双斜 不是说错了 12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形 反复碎裂 反复分开 1变2 2变4 4变8 这叫做粉碎 碎片 碎片粉碎 好 把这一子词说完 咱们休息 叫做twine twilight intwine和intertwine 我把这个词写下来 twine twilight intwine和intertwine 这几个词都跟谁同源呢 旁边写一个词就行 就是to这个单词 大家把它写上 其实就写这词就行 就写个to 就很好明白 很容易理解 两个嘛 两个东西缠绕在一起 你看麻绳也是两骨搓到一起的 它不是自己一骨就不用搓了 大家能记得吧 它一定是两骨 两骨和三骨这样的东西 搓到一起的 这个叫做缠绕 叫做缠绕或者是盘出 比如说twine around his neck twine 看这个twine 我们说twine around his neck 能理解这什么意思吧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啥 缠着他的脖子 对吧 with her arms 用两鸽巴缠着他的脖子 这个叫做kiss him 叫做环绕 第二个还表示麻绳也是他 麻绳也是这个词 twilight 这个叫黄昏 看过目光之城 看过吗 写他 twilight 两道光 黄昏的时候 大家下次注意一下 在四五点钟的时候 就是又有谁啊 又有太阳 又有月亮 你这样想想 两个光 虽然一个这是折射过来的 是吧 反射过来的 但是也是两个光 能看到月亮光 也能看到太阳光 这时候就黄昏 叫twilight twilight 好 in twine in twine意思没变 一言表加强 加强之后呢 意思还是表示缠绕 或者是我们叫做弹住 叫做缠绕 盘住都行 缠绕或者是盘住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单词呢 叫做inter twine 表示交织 这可以表示情感的 交织 两个行为动作 或者是情感的 缠在一起 inter因为他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 叫做互相 inter 他表示的意思叫做 互相 所以要互相缠在一起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两个东西 交织在一起 缠绕在一起的树枝 你可以叫做inter twining branches inter twining branches 都行 东西的这种交织在一起 交织缠绕 你可以用它 或者我们叫做inter weave 可以写在旁边 weave这个单词 在以前有签过吗 四级当中的词汇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编织 比如说weave a basket 编织一个篮子 编织这个词 所以也是 织到一起 也是表示我们所说的 叫做交织 交织 inter weave inter twining 总之这个技术词 其实不难记 你只要能想到两个东西 这样的一种感觉 同学们看 什么叫做缠绕 是这种感觉 看俩胳膊是吧 表演一个绝活 缠在一起 这种感觉 两个东西 缠到了一起 是这种感觉 叫做twine in twining 和inter twining 好 我们上一个厕所 休息三分钟 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 再坚持一下 再坚持半个小时 来第一个 情绪要饱满 有这个困的时候 喝点什么红牛之类的 调节一下 来第一个叫做modulate modulate表示叫做调整 或改变音量 看看 叫做调整改变音量 那这个mode这个词根 大家了解 它本身表示方式的意思 方式或者是态度 表示manner 我们在以前学过最简单的词 就是模特这个词 或者是例子 对待model 有这样的一个模型 模型模特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样式 所以它是取之 这个词根的这样的一层含义 有这样的一个样式 你通过model去结形 那modulate就是强调 是使其调整这个模式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符合模式 这个叫做调整 或改变音量 比如说调整它的音调 modulate his pitch 你用这个词就行 它表示调整的时候 一般就多指改变音量 我们最熟悉的呢 一个表达就是FM 这个听过吗 就是frequency modulation 调频 FM95.9 还是958 就是那个F就是frequency 频率那个词 M就是它 modulation 就是这词 叫调整 那第一个单词叫modify modify表这个意思 也是叫做改变 叫做change 我们在考试当中 比较常见的 就是叫做GM food 这大家听过吗 这个che就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genetically m就是它叫做modified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什么样的食品 这个是在考试当中比较常见 像在雅思六级 都考过这个词 就是genetically modified 转基因 转基因 用的就是这个词 叫改变 旁边建议大家就写同一词就行了 考研当中呢 就是change 一般前的基因改变 会用这个单词 基因的改变 英语一 英语二都提到过这个词 好 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modish modish它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时髦的 这就通过模特去记句完了 model嘛 那模特肯定都是时髦的 模特 时髦的 下一个单词叫做commodious commodious表示的意思叫做宽敞 他通过谁去记忆呢 你通过这个词记比较好记忆点 来看看他 这个在高中的时候背过吗 叫做accommodate 听过这个单词吗 accommodate 这个单词叫什么意思 这个叫做提供住宿啊 有印象吗 这个单词 你看他能够为很多人提供住宿的吗 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宽敞 这在口语当中表达的时候 是一个高分词啊 就是accommodious hall dining hall 对不对 一个宽敞的这样一个餐厅 宽敞非常宽大的 叫commodious 刚刚我们讲那个词跟他是反应词 还记得crame吗 crame four people into the car crame four people into the car 通过这个短语还能想起来不 i crammed four people into the car 叫做塞满几嘛 那crame的这词能想起来什么意思 叫crame crame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吧 狭小 对不对 i就是狭小 crowded 就是很狭小狭窄的 别忘了它是反应词啊 一个宽敞 一个狭窄 能够提供很多人住宿的啊 好 下边下一个叫做moderate moderate表示的意思叫做 适度适当的 动词叫缓解减轻 画重点号 这个词是一个重点 啊 画重点符号 叫做适当适度 它也是来自于模式 按照模式来的 都跟这个模型样子一样 这叫做合适适度 适度适当的 动词叫做缓解 缓解减轻 这样的词等于我们之前 其实也提过不少 比如说我踢门 能想起来这个单词吗 mitigate 踢门是减轻缓解 想起来这词吗 叫做mitigate 好 这篇的词 我跟老师过一下啊 第一个叫做 过一遍 modulate its pitch modulates modulates something 改变音量 一般就强调的调整声音 modulate the volume 调整音量 用它 第二个呢叫做modify 这个咱们见的比较多的 就是gm food 转基因食品 基因的改变 一般用它 当年有篇文章讲到 美国人身高的改变 是基因的改变 用这个词 modified 旁边写上阴阴 就是change modish 时马的 我们所说的就是smart fashionable 通过模特去想一想 看看流文 大表姐 时髦 commodious 脑子里想一想 accommodate 宽敞 spacious 宽敞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是有空间嘛 a spacious room 下边下一个叫做moderate 也就表示适度 适当 好继续来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latent latent表示的意思叫做潜在 或者我们叫做潜藏的 潜在的 潜藏的 叫做latent 把这两个词写一下 名词呢 叫做latency 潜在的 潜藏的 比如这种潜伏 潜伏型的疾病 你可以叫什么呢 叫做latent disease 它不是这种很明显的 你用它就行 潜在潜伏 潜藏的 这种隐藏性的 你看这种就是潜藏的 你把这个latent 如果在google当中 敲下回车 它那个图片里面 就抢到这个 就这种隐藏的指纹 它不是很明显的 看到这通过行政专家 一些特殊手段 能看到的 这大家能识解吧 这个叫做latent 比如说 种子会有它潜在的 这种力量 潜力 你可以叫做latent power 形容词就是名词 直接用就行了 latent fingerprint 挺好 这种隐藏的 这样的指纹 latent power 就是我们常说的潜力 那怎么去记它呢 这个词在通过late去记 什么叫做 潜在潜藏的疾病 就它不是马上来的 它是后面 过一年两年会来 迟来的东西 就是潜在潜藏 通过late去记 这东西迟来的嘛 它不是上来 就是很显性的 是很隐性的 给过个3.5年 才会出现 这个叫做 时来的东西 叫做潜藏 latent latency 把这两个放到一起 latent latency 刚才举了几个端语 形容词就是名词 latent power 对不对 刚才我们所说到了 latent disease latent 还有我们陆基写到的 fingerprint 就是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说表示 潜藏潜伏 这个词 那另外还有两个词 又叫conceal 表示的意思 叫做隐藏 隐藏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high high这个style学过来 就是藏起来嘛 这个conceal 它是来自于谁呢 是来自于密封这个词 就是海豹 就是它 海豹 或者我们说叫做 水里那个海豹 不是墙上贴的 动词叫做 封起来会印 咱们回忆回忆 生活当中的场景 比如你打案袋 是不是得贴个封条 盖个印 盖个戳 有印象吗 当年取过打案袋 见过自己打案袋吗 你牛皮纸袋 贴一个封条 在古装电影当中 说把这个 宫殿啊 或房子给查封了 是不是也得贴个封条啊 贴个封条 完中间盖个戳 哎 这个东西 印 它就可以表示印啊 也可以叫做密封起来 封起来 封印封印嘛 这是藏起来 就是把东西给封起来 封存起来 叫做conceal 叫做conceal conceal 要知道 通过封去想啊 封起来叫做隐藏 他跟他是同源的啊 covered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 是来自谁 是来自覆盖吧 偷偷摸摸 啊 神神秘秘的 来自cover这个单词 盖起来 啊 盖起来的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rife rife表示的意思 叫做充斥着 注意他的用法 be rife with 比如说整个啊 都公司啊 整个城 全城 整个国家都充斥着 这个谣言 这个叫做 the nation was rife with the rumor about his scandal 关于他的这个 丑闻啊 相关的一些谣言 都充斥着这么多东西啊 最近用他就行 叫做be rife with be rife with 那第二个呢 跟replete 这个放到一起 replete 是我第一天讲的词 有一个多月了 10月8号 一个半月之前讲的 还记得他吗 这次我说 让大家跟那个 他跟plenty是同源的 许多吗 就再一次充满 还叫充满 用法相通 但充斥一般强调 是不好的东西居多了 我们发生充斥 只要什么什么的 而第二个呢 叫做充满 第一个词 它就只有一个原因在里面 i 大家通过行进词去记 你就通过life去记 完了 生活充满了很多艰辛 生活充满 叫做充满 充斥者 life is rife with life rife life rife 充斥 充满 好 把刚刚的这几个例句 我们通过例句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 叫做什么呢 叫做modulated doses 就是可调整的 逆向态度 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 这样的一些结果 叫做被调整的 它这里面 可可抽到了一个形容词的一个概念 下一个呢 叫做latent attributes 潜在的属性 attribute这个单词 还可以表示什么意思来的 它可以表示什么意思 除了咱们之前讲过归音于 还表示特性属性的意思 特性属性的意思 叫做归音于或属性 是这种潜在属性 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词 一般来说都是 都是怎么用 都是接 它做定语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接定语 做定语 修饰名词了 修饰名词了 好 最后一个叫 reif 充斥着什么呀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notation咱们讲过这个词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notation之前是讲过吧 叫dennotation connotation 有印象吗 同学们 来自于符号那个词 一个是意义 一个是演义 想起来了吗 dennotation 之前就讲的这个词 叫做意思意义 而 connotation 表示的意思叫做 演义 一个是意义 一个是演义 文化内涵 文化的演义充斥着 好 那我们继续 看下边 下一次 来这边第一个 叫做deleterious 对对他 deleterious比较简单的 同一词在这里 给大家写出来了 就是 harmful 就是这个词 叫做harmful 有害的 有毒的 写出来 pollution is deleterious to many frogs 对于青蛙 有害的 这个污染 这个怎么去记它呢 前半部分影射的 就是谁看 删除 delete 删除有害的 顺着意思 前面是不是 delete这个单词 删除有害 删除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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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种污染导致的 对于青蛙带来的伤害 12345 五个爪 五条腿 好 下一个单词呢 叫做detrimental 看看它 detrimental这个词 也是叫做有害不利 这两个算是比较难的了 比较难的两个词了 那但是它从记法上来说 不太难记 有害的东西要删掉 第二个呢 detrimental 大家通过谁去记 通过trim去记 trim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 其实它的名词 危害叫detriment 其实这是它的 名词形式 就是危害 你通过修剪 形容词叫什么来的 形容词是不是叫做整齐啊 整洁 整齐 想起来这个词了吗 动词是修剪数目 形容词叫做 整洁 整齐的 而且就是不整洁的东西 有害的 不利的 不整洁 不修剪 有害 不利 一个是deleterious 一个是detrimental 简单一点的词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harmful 跟它是同一词 harmful 这两词 再读一遍 deleterious detrimental 你要觉得不好记 还有第二个技法 你可以通过 之前咱们也上一个 版本说咱们讲了 就是destroymental 摧毁你的精神 也是有害 detrimental destroymental 摧毁你的精神 有害 这样子也行 通过一个联想 好 看下边 下一组词 叫做ambience 这里边出现这个前缀了 我们说一下 周围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大家看这种气氛 阴森的 叫grim ambience 然后这种阴森的气氛环境 ambience ambient ambiguity amphibian amphitheater 把这个词写一下 第一个ambience 第二个ambient 下一个ambiguity ambiguity amphibian和amphitheater 那写完之后打一下e ambi这个前缀呢 首先大家知道 他俩为什么一样能看懂吧 为啥amphi和ambi他俩一样 因为咱们是不是讲过 pbfv还有谁 ph 这五个字母是不是一样的 第一天讲了固定转换 第五条规则 所以这个amphi和ambi他俩一样的 那作为前缀来讲有两层意思 他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表示bose 就是双二 两个on二的意思 第二层意思就表示周围周遭 我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比如说有谁 有雄心野心 就是来自于这个词根 ambition eat这个词根是走嘛 就是四处游走的 咱们说这个人啊 走遍天下 有雄心both 其实这个就是来自于这个前缀 eat这个词根是走 就参观那个词根 是跟走有关 这个叫做有野心 还有就是救护车 学过吧 转悠 四处转悠的ambulance 对吧 在周围转悠 是这个意思啊 四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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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抢救的 ambulance 也是这个前缀 好 那你 你们看一下这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词就取的是周围这个概念 所以你看他就叫做周围环境 对啊 周围环境 或者我们叫做气氛 周围的环境 气氛 就取周围 这个概念 ambulance 等于谁 叫做atmosphere 能理解吧 air atmosphere 你可以写在旁边啊 atmosphere 好 我们来看啊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ambulance 这是他的什么词性 这是他的形容词 叫做周围的 就是surrounding 周围的 周围的 意思没变啊 好像一个ambiguity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所有考试的同考词 我把它的形容词写出来 可能有些人会反应一下 但是看不到名词 可能没有反应过来 那就不行 因为考试的时候 名词和形容词都考 叫ambiguous 这叫做ambiguous 这叫做ambiguous 什么叫模棱两可呀 模棱两可 的 ambi就是跟r有关吗 both吗 有的时候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上来排除了b的 但就是a和c 每当二选一的时候 这两个嘛 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机 就是歌舞估 估计就他俩 反正不是a就是c 有点模棱两可 ambiguous ambiguous 那他的名词得认出来 ambiguity ambiguity 模糊模棱两可 模糊模棱两可的 好 看下一个单词 amphibian 两栖动物 为什么两栖动物 就是两种 bi这个位置 映射的是bio 生命六字 两种生活方式 两栖动物嘛 就两种生活 ambi加个bio 跟生物那个词是同源 这就很好理解 他去r的意思 你看这第一个是 取的是周围 他去around的这个概念 他也去around的这个概念 这是模棱两可呢 取的就是both 这还是取both 两个 好 最后是amphitheater 这个好记了 theater叫做剧院 对不对 那这个amphitheater呢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剧院 环绕的一个剧院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 圆形剧场 圆形的这种剧场 我们叫做amphitheater 就现在的 现在的体育场和体育馆 其实都是仿造 这个古罗马 那个大家又去那个罗马当中 那个斗筑场造的 是圆形 环形的 这样看比赛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叫amphitheater 叫做环形剧场 还有一个词 大家写在旁边 叫做ambivalent 把这个词写旁边 ambivalent这个词呢 叫做矛盾的 内心很纠结的 那这个叫什么 为什么叫矛盾 纠结 就是两种价值观 你看到这老太太摔倒了 救不救呢 救吧 怕被讹上 不救呢 还有点挡道 是吧 所以你看一看 这叫做有两种价值观 在内心 叫做纠结 矛盾的 内心很矛盾 他不是说 这说法是矛盾 他是内心上 矛盾的 很纠结的 ambi就是boss 表示二 就这个意思 有两种 两层意思啊 他走神了 这是出去了 还干啥去了 ambivalent 把它补充上 好 最后一组 最后一组 第一个叫做incentive incentive表示叫做刺激 这用什么刺激 同学们 看一看 大家现在都很困了 那怎么办 咱们什么东西带来的刺激 是最最足的 通过钱去挤 incent 钱是给大家刺激最足的 看你抢到了多少钱 如果这要是真钱 该多好啊 是吧 那大家的出钱率 就会非常的高 每节课大家都来 发现这个万词班 这四十多节课结束之后 四五十节课结束之后 把一年学费抢出来了 不是一个班 是把学校一年的学费 都抢出来了 这个叫做用钱 往里面塞钱 incentive 刺激激励 刺激激励 下面stimulus 这个也是叫做刺激 这在考验的翻译当中 英语汉当中 我考过啊 gold他通过谁去计呢 通过目标去计 有目标去激励自己 通过目标去计 go gold 有目标 那就会驱使大家前进 那大家上这个班的目标 就是把这些词掌握掉 以后再看外刊啊 看看卷子啊 没有生词 有目标去激励自己 叫做gold gold stimulus incentive 最后一个单词 也叫刺激和推动力 他这个单词影射的谁呢 你可以通过他去想一想 叫做 你可以通过这个 impulse去计 作为一个行进词 虽然他俩不同元啊 虽然他俩不同元 但你俩可以放到一块去 impulse表示的意义 叫做冲动 推你一把嘛 他说来跟那个push是同元的 im表加强 你看咱们报班的时候怎么办 这不都给大家 讲完之后 我们再立立志 就说你们可以像我一样玩 怎么样 一生滑 先说自己有多惨 最后说自己有多牛 然后一生滑 最后大家报班 推你们一把 这叫做冲动吗 这就有推动力也是 叫做impetence 也是这个意思 推动力或者是刺激 推动力 刺激 impetence go 脑子里想go这个词 目标 刺激 这个是stimulus 这个就相对来说基础 因为它的动词呢 是刺激里的 叫stimulate 动词刺激在这儿 那这个单词呢 通过什么去刺激 通过钱 incentive 这是一个考试的终点 所有考试的通考 我把这几个刺激看一看 好 来 把刚刚的这个 预料当中的这几个词 看一下 叫做deleterious business mode 什么玩意儿 删除什么东西 叫harmful 记住了吗 harmful 等于毁坏你的心理 摧毁你的心理 destruimental 能想起来刚才那个词 叫什么来的不 detrimental 不要忘了他 detrimental 也是有害的 一样 有害的这种商业模式 有伤害的商业模式 然后下一个单词 establish the ambience 建立了名词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叫做氛围刺激 氛围这个词 ambience 然后下一个单词 叫做incentives 这个speal 在前两天我讲过 什么意思吗 谁能想起来speal 当然说这名 他和puke放到一起 我说叫做vomit 还记得吗 vomit和speal 别忘了 那这种叫什么 叫做吐出一种 不适当的 一直在变的 想想pervert 变态那个词 对不对 不正当的 不正当的激励 就是发出一种 不正当的激励 叫做incentive 好了 今天也是 就到这里 今天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这个网不太好 抱歉 影响了 但咱们今天就到这 因为还是一会儿 马上还有别的班的课 所以不能压堂了 那大家今天还是老规矩 睡前看一下 10点一会儿会有 会有测试在微信群里 大家不要忘记 继续取离 继续打卡 然后明天早上 一定要踊跃去参与 因为你越参与 才又有劲 要调动自己 一会儿睡前的时候 看一遍 然后明天早上 你起来再看一下 明天没有我的课 需要大家把谁呢 把23和24 这两节课内容 都复习一下 明天晚上没有我的课 大家需要把23和24 这两节课 都要看一遍 利用明天晚上的时间 好吧 好 今天就到这了 加油 我们后天再见 拜拜